大家好,今天是9月13日星期三 今天的市場又升了一點,又跌了一點 北水方面,昨天應該是前日,大量的流出 昨天就有些流入,不過今次的流出是多了,流入是少一點的 所以遠了而細心看看這邊的話,你會知道它升了一點 這是一個細微的東西,需要留意 我們再看看今天流入會否又少一些 然後又流出一些 會影響到整體平均線的走勢 平均線的走勢是重要的 這代表它累積了北水在香港有多少 當然大家會問 這裡也是北水累積了 然後升了很多 這裡為何累積了北水在香港 我們需要不同的要理解 就是今時今日的時鐘 很多外資開始流出了香港 包括了美國方面的打壓 這是Black Rock 它開始把香港有些基金取消了 即是關閉了 在11月7日左右 就慢慢關閉了 我們日期就是11月7日 和23日都不太記得了 我還記得11月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就會出現到 有一件事 是整體的資金 一定是少的 因此在這個情況下 北邊的資金會湧進來 北邊的資金湧進來 是不是一夜托市 又不是一定的 可能是一些普通民間的資金湧進來 為甚麼呢 特別是在H股方面 有些H股貴 H股便宜 他就進來買H股 所以我們要看看這點 其實留意H股是有實力的H股 他們一直都托著起度 是比較好的 托著意思是 股價是平行到起度 好了 我們再看看 就是 再下來一天 就是 有哪個板塊 板塊方面 就很簡單 就是地產仍然是好的 那為甚麼地產仍然好 嘩 有些國內的神仙股地產 三毛子的升上去四毛子 就升了30% 如果是三毛子的升上去六毛子 就升上100%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使用百分比是佔大 以銀碼計算不多 不過以百分比計算是很多 所以不要以為這個地產股就翻山 煤體方面 煤炭等等 都是這樣 食油的天然氣 又開始還是比較企穩 再其次我們看看 就是這個做完之後 就是個別的板塊 就是板塊之外 就看個別的股 個別的股 的時期之中 就是會出現到 有件事 看到的 就是 騰訊 阿里巴巴 這個股市的股市的股市 是跌下來的 反正這些 融創 碧桂園 保隆地產 這些呢 就 大升 負力地產大升 剛才說過了 負力地產的時中 他都 升了 加多了 升了最多的 這個22% 他都升了3毛子 所以在這點裡面 你不要想 保隆地產 升了3毛子 就等於升了27% 碧桂園 升了7個先 就升了6%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 是升幅來講 是 不是有 雲碼是不大的 這裏的 這裏是 旗子的走勢 這裏是 似乎現在這裏 就開始在這裏 是一個 是把橫行 傾向 傾向 這裏 是保利家通道 也都看到 是收窄 若然如果收窄 如果他一路再拉出去的話 打橫行 這是個好事 看看 之後 會不會 突然會大跌 或者 可以出現了打橫行 來自上升 這個就要看日後 如果打橫行 就代表了 和保利家通道 收窄了 代表市道 是越來越 窄幅波動 不要再承認 為何動來動來動來 是一二三百點 這裏的走勢 是如是 將會這樣走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 今天留意是匯豐 匯豐時中 我們看看 為何又可以看好